这个就是这个盗窃嫌疑人 他现在楼道先去看了一下有没有人 没人以后他钥匙拿出来了 一边开门一边在看 在那边有没有人过来 进去先看了一下 就这样先进去 过了十来分钟 原本空手进去的嫌疑人拿着东西走了出来 手上还拿着东西 牛奶 面膜 发现摄像头了 过来转了一下 但是前面都已经拍到了 对对对对 比较一个清晰的过程已经拍到了 看着一脸认真转摄像头的嫌疑人 民警哭笑不得 接着他还自作聪明的走到走廊另一头 重复了同样的动作 之后民警在一家网吧 抓到了嫌疑人周某 他也是这幢公寓楼里的租客 他在楼道的时候捡到了一串钥匙 因为他一看钥匙上面都写着房门号的 然后他捡到钥匙以后 就一下子就想到了 既然有钥匙我就去试一下 如果门能打开了的话 就可以偷一点值钱的东西 因为他是入了两户 其中一户是没人的 他偷了110块的现金 还有是牛奶 还有面膜 第二户因为是他进去的时候 一看来一下里面有个小姑娘 里面在玩手机 然后他马上就跑掉了 第二户他是没偷到东西 目前周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